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杰克我急死了 你开麦 杰克我急死了 喂 喂 能听到吗 杰克 可以 来 杰克我急死了 安安几岁哪里人 我现在23岁 然后我是北京人 然后现在在英国留学读书 好 北京人在英国 好 来 您想说什么 今天 其实我今天听 我等太久了 我现在真的是急死了 就是我听了很多外行话 因为我是学体育管理的 然后对 我是学体育管理的 然后刚才大家听到大家一些意见的话 我如果一一去回应的话 因为确实很多我都是能回应的 但是我觉得时间不太够 我就还是根据我的主线来讲 然后如果中间涉及到一些其他问题的话 我再有一些回应 然后我分成两块来讲 就是先从东京奥会这边来讲 就是东京奥会就是我理解 我不能理解 我尊重杰克你的看法 就关于感动这个问题 我也不是上来说 劝你不要感动 我不是这样 我想看看 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呢 就是对于我而言 就是奥林匹克 就是你感动与不感动 分成两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就是你看到那个棒球运动员去传递生活那方面 我觉得你感动的并不是东京承办赛事的奥组委 他们的能力是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感动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感动的 因为所有运动员在这一年的时间都非常困难 有些人可能就是计划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就选择退役了 他们不得不为此再多坚持一年 而且是一个没有世界大赛 就是这个时候世界大赛是很难举办的 而且他甚至都不确定会不会举办 对 他甚至不确定会不会举办 然后没有任何世界大赛 他纯靠训练去保持状态 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的 非常困难 然后我也见到一些运动员已经放弃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能够坚持来到今年2021的奥运会的所有的运动员 我觉得都是值得所有人感动的 这是我对于这个奥运会 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 其实我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哪怕说东京奥运会取消了 我也希望能够在东京国立竞技场有一个奥运圣火的 珠火锥塔的点燃仪式 因为这个奥运圣火从古代 古希腊时代到至今都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象征 当这个奥运圣火仍能够熊熊燃烧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非常坚定的一种 美好令人感动的一个现象 一个景象 然后今年这个奥运圣火依然点燃了 但是这里面当然会有一些遗憾 我想说我觉得我不会感动的点在于 就是说对于它这一届奥运会的举办 就是它的内容上 其实就是对于内容上 每个国家都可以为自己的文化感觉到骄傲 每个国家都可以愿意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化的机会 去展示自己的文化 你当然有这样的机会去呈现你的内容 但是你怎么样用一种让全世界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 能够理解能够欣赏的方式呈现给全世界 那才是你的本事 那个就是08年北京奥运会做到的事情 所有人都对北京奥运会所呈现的中国文化竖起大拇指 哪怕是NBC的解说员 他们都是为这一幕感到非常的震撼 然后所有人都对 因为中西方文化差距那么的大 我相信奥运会当中承载的很多的文化内容 实际上西方人是很难理解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呈现给了对方 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呃但是到了东京奥运会这一刻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呈现 呃让他们去表现自己的文化 但是哪怕从同处于东亚文化圈 我们都很难去理解他在呃 东京奥运会考验部市上呈现那些内容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像你呃杰克林说之前说你很感动 在于他们的努力努力 但其实当他们的努力努力错了方向的时候 恰恰是一个可悲的方式一个一个方向 你不能说我努力了很久之后 然后可能效果不太好 然后反过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自我感动 来自我安慰说我努力了 这难道不是一种听什么 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不是来反驳 杰克你的你所感动的点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 然后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继续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 因为我主要想来谈一下北京奥运会这边 因为我是之前在出国之前 我有很多在中国的一些赛事 主要是在北京了 北京的这个各个赛事的这个就职的经历 然后包括赛事圈 然后赛事媒体圈 然后我都有相关的经历 然后我来就是来回应一下几个问题啊 像首先刚才提到的这个观众的问题 观众问题应该是之前杰克你说是上海的那个博士吗 说大概率是不会开放观众 对 就这个问题 我先回应一下 就是我要 我可以赌鸡牌 如果杰克你来北京看冬奥会的话 到时候咱们可以兑现这个事啊 可以赌鸡牌就是一定会有观众 一定会有观众 而这个观众他是要区分的 怎么样的观众 对这个是要聊的问题 就是说首先你要区分两块内容 一个是从境外入境 这也是一个奥运会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一块内容 一个赛事非常需要关注的一块内容 一个是从境外入境的观众 另外一方面是本身就在境内的一些观众 然后本身就在境内的观众 其实可以参考现在目前在大陆 已经进行了赛事的情况 嗯 现在国内的一些主流的赛事啊 就是大部分都在进行赛会制的比赛 像我们的职业联赛 不论是中超还是CBA的联赛 就是篮球和足球的职业联赛啊 没有开放主客场 进行赛会制的比赛 就是集中在一个地方 没有主客场的方式来进行比赛 这样的比赛 就是开放了一定数量的观众 当然是有条件的开放 比如说是持48小时还是24小时的PCR核酸阴性检测 才能够入场 然后也是有数量限制的开放 然后这样的方式来 已经观众可以入场了 在境内的观众 而且这是不分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你只要现在在中国境内完成了入境的隔离 一系列的措施之后 然后你的健康码是这个绿色的 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进行核酸检测 完成入场 这是OK的 所以呢 其实正是因为你听这个词叫赛会制 冬奥会同样也是一个赛会制的比赛 嗯 所以就说就是只要不是疫情出现极端恶劣的情况 这个赛会制的比赛 起码在境内的这些所有观众完成一些条件 哪怕是现在这个情况 他们都是可以完成入场的 这个是这是一定的 所以这个可能刚才就是那个医学博士 他可能会有一些专业的看法呀怎么样的 嗯 但是从我这个圈内我了解信息也是这样的 矛盾点在于境外入境这一块 而境外入境这一块 观众当然是还需要在日后再去关注这个点 还这个还没有定论 但是关于运动员入境所谓的隔离 之前的提到了一个问题 好像是说就影响到球员的这个健康状态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我也要回应一下是在于 就说之前啊并没有先例 并不是说这14天我们的运动员就必须跟我们普通人一样 待在酒店里面一直隔离 我们采取的一个方式叫做流线的这种隔离 就是区分流线 呃举个例子吧 就是之前在奥运会预选赛中国女足和韩国女足的比赛的时候 中国女足先去韩国去参加了这个在客场的 这是一个主客场两回合的试制比赛 然后参加了一场比赛之后 然后中国女足和韩国女足一同来到了中国苏州 呃来中国苏州的话 呃直接它并没有隔离14天 嗯 它并没有进行传统意义上的隔离14天 而是在这个应该是入境之后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进行了呃第二回合的奥运会的预选赛的比赛 嗯 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这个比赛 为什么呢 它为什么能够出来比赛 因为他们整个流线这片区域 就没有其他人能够接近 只有他们就是酒店 大巴到赛场 两点一线 把这个相当于做成了一个bubble 我要提到下一个问题叫做预案的问题 嗯 在大陆内地上我相信在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视这个 尤其是在这个国企单位啊 嗯 强调的就是预案 因为这个是和问责是息息相关的 在赛事圈尤其是这样 呃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郑州发大水的一个事件 嗯 人们都说这是一个天灾 但天灾也是要有相关的应运 我们哪怕说天气预报 我预测不到这么大的降水量 嗯 但是我们也会有相关的预案 因为我们看新闻是怎么发出来的 新闻发出来就是一级应急遇险 哎 那我们就相应的应急预案来处理这个方式 二级是什么 三级是什么 而不是说陷到这边下大雨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个会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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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等都开完会决定了 那这个事一定都晚了 我们是有相应的预案来处理这件事情的 是 反观东京外卫最明显的就是 完全没有预案 你可以看到就是东京外卫遇见任何的风险 采用的方式都是一个字叫拖 像从去年就开始 去年开始出现了疫情 然后他们一直用拖的方式说 存在着矫情心理说 万一今年我就能办成呢 然后拖拖拖拖拖拖到万不得已宣布 我们拖到第二年 但他们当他们拖到第二年的时候 他们可能压根也没有做 如果在这个疫情还没有转好的情况下 我们会有什么预案呢 他们还是没有做 所以转过年来继续拖拖拖拖拖到后面说 拖到万不得已说 今年我们不会开放外国观众 来到东京看奥运会比赛 然后再拖拖拖拖 几乎都是拖到最后一刻 票物已经开始卖了 票都卖出去了 最后宣布说本土的观众也不能进堂 等于他们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应急预案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在国内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就不管是赛事还是任何事情 就是假设说出现任何事情 为什么要问责 一定要先问你有没有相关的应急预案 如果没有应急预案 那就是你一把手的责任 你一定要会接受问责的 这个就是这个国内生产环境 所以北京 我相信北京都 因为我有些朋友也在东奥组委工作 他和我之前是同学 然后他现在 但他没有在这个赛事运营方面 他在这个BD 就是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在这个招商方面这块 然后就是但是呢 就是他们 不论哪怕是在商业这方面 也会有相关的应急预案 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在任何突发情况 和这个险情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有相关应急预案的 来处理这一切的情况 所以哪怕说等到 真到跟前说北京冬奥会 遇见什么突发情况 比如说疫情的再次爆发 我们相信冬奥组委 一定能够拿出相关的预案 他不需要现讨论 现讨论现开会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做 而是他们把一套已经准备好的方案 来执行就好了 他已经模拟过了 就是任何赛事 他已经模拟了 任何国际赛事 在中国办的话 都是有相关这个方式的 嗯 然后呢我再说回来 呃一些就是我可以说一些 比较内幕的消息啊 就是之前我说这个方案 为什么说非常有可能呢 就是说把运动员 就是拉过来 用一种bubble的方式 来实现隔离 嗯是这样的 呃在今年我不具体说 就是我之前供职过的一家赛事啊 赛事公司 然后这个赛事是一个国际赛事 是一个单向的国际赛事在北京举办 嗯 然后我就不具体讲是哪家赛事了 嗯 然后他们拼命的想要这个去 呃在今年在今年就完成这样一个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嗯 然后我来找一下这个我和呃某一个 呃某一个 部门吧 一个总监级别的这个人的沟通啊 就是问他他之前来问我能不能等我回国之后来帮忙 嗯 因为我当还挺吃惊 为什么说今年还能就是来办这个比赛 然后他当时跟我跟我沟通之后 然后后来说又不办了 是这样的 呃我就我就直接照着念这个聊天记录了啊 就是当时就说说我们曾经有好几次已经笃定2021年成功了 申报文件已经放在蔡奇桌上了 蔡奇是北京市委书记 然后蔡奇之前各个场合都表示过支持 嗯 所以才能一层一层的走到蔡奇那里 就是之前就该盖的张该批的部门都已经批过了 然后最终到了北京市委书记这块了 嗯 然后结果蔡奇在批之前问了一下中央中央的回复是明年再说 或者是打引号明年就是原话就是明年再说 意思就是说等到明年奥运会冬奥会之后再说能不能办 这能够体现两层两层概念啊 第一层概念就是在北京市就是在因为奥运会是 就是北京市奥组委的执行主席有三位啊 一个是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 然后一个是北京市市长陈基宁 另外一位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古中文 嗯 这三位是冬奥会的这个执行主席 然后北京市是要牵头办这个冬奥会的 虽然是在张家口也有赛区啊 但是名义就是北京冬奥会 对 就说从北京市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在冬奥会开始之前 我们进行一个单项的国际赛事进行一个饰演 是 这样我们不是不是一个零经验的情况下 去面对冬奥会这么庞大的一个赛事 嗯 这个是北京市委的意见 但是在中央方面 他们不愿意在北京承受更多的风险 嗯 就说一旦这个赛事 因为中国已经很长时间 已经一年半 没有国际体育赛事了 嗯 但是你一旦开这个先河 结果恰恰在这个比赛当中出事了 那中央很难看这个事情 而且在马上冬奥会就要带来的时候 到来的时候 不想在北京出这个事 但是 但是 还是需要这样的试炼的 啊这样的话就是有上海那边的 情况 因为我不会上海 我就可以指名道姓的 提一下这个上海几个赛事的情况 就是上海的赛事啊 是由一个赛事公司 也不是赛事公司 一个综合体验是一个集团 叫九世集团 这家集团呢 承办了你几乎能够听到的 所有上海的国际型赛事 包括F1中国大奖赛 然后上海国际田连钻石联赛 然后ATP就是国际男子 网球的 直接行为ATP1000 这些赛事啊 都都是由九世集团来办的 九世集团 依旧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现在呢在WTA和ATP就是 国际男子和女子的网球 这些巡回赛的这个官方账号上 发布的消息是 中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取消了 但是呢上海网球大师赛 作为一家 作为一个ATP1000级别的赛事啊 还没有被取消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九世集团 仍然在做着努力 而中央方面并没有像对北京方面 那么大的阻挡 就是说他们也希望在更多有 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尝试一下 在上海进行举办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相比较起来 现在最有两个可能呢 一个是ATP1000 另外一个是这个上海 另外一个是IP中国大赛赛 但中国大赛赛明显是风险更大 因为他首先人数更多 是一个上千人的一个 需要入境的一个赛事 同时还需要大量的物流 简易起来做的难度非常大 所以现在呢 把希望寄托在了上海大赛赛 能不能完成一次这个预演 做一次彩排 了解 然后用上海来当点 不要用北京了 嗯 对对对 因为他用上海来做这个试验 但是 其实希望也并不大 但是这个问题出在于哪呢 出在于ATP这个赛事 排布上会出现非常大的困难 现在ATP给出了官方赛事的 这个第四季度的这个预告是说 印尼安娜维尔斯是同样作为一个ATP1000级别 我不知道杰克你了不了解ATP的这个赛事级别 ATP1000赛事是仅次于大满贯一局 年终总决赛的这个比赛 大满贯是2000嘛 那ATP1000 大满贯是2000 然后年终总决赛是1500 1500 除了这五成 对五成比赛之后呢 大师的 对大师赛就是全年有九战大师赛 嗯 对全年有假战 其中上海有一战 嗯 这个上海战呢 就是说就是希望能办 但是印尼安娜维尔斯 已经预告了在十月份 会举办一场比赛 但是如果上海要办的话 也一定会是在十月份 但是 呃 几乎没有先例ATP大师赛 在同一个月进行两战 ATP1000的大师赛 这是没有先例的 呃 但是呢有比较间隔禁的 像之前的这个蒙德卡洛在摩纳哥的ATP1000 以及意大利的罗马大师赛 这两个 他们间隔时间大概在四周到五周 往年都是这样 但是呢他不会在同一个月进行 嗯 但是如果要是 上海大师赛要办的话 会接连举办两个 但是你要考虑到蒙德卡洛在摩纳哥和 和这个罗马是非常近的 嗯 都是在欧洲赛季 但是如果一下从美国要一个同一个月内 又飞到中国 而且中国这边的简易相对严格 这个我们 都是应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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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通过包机的方式 都是应地的 就是统一一起把运动员 上一架飞机 给接过来 然后形成这个bubble 从国外就开始形成这个bubble 你没有听我讲 不与其他的这个入境人员 摺搭在一起 然后就是 这个方式来来举行 但是如果这么麻烦的话 而且是接连的比赛的话 你对于运动员的吸引力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 这个现在还处于在一个角力的方面 就是说 ATB那边觉得中国这边是不是可以再放松一下简易的标准 但中国这方面就是我一旦放松了 我就失去了我作为这个预演作为冬奥会预演的这个意义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个现在还在谈论所以但是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是进展并不太乐观 但是并不是百分百没有希望了 现在是现在是这个情况 我之所以要 谈这么多其实就是 就是要举个例子就是说中国其实是有一套完备的这种大型 国际体育赛事的 承办经验的我们 举办了亚运会奥运会这么多项比赛了已经 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经验 虽然日本也办过很多国际比赛但你像 奥运会这种级别他们已经是 很长时间之前才办的了 所以呢 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就是 我觉得大家呢就是能够完全放心就是说 北京冬奥会首先我 只要疫情没有巨大的反复 我觉得首先是一定会如期进行 然后 会开放 入场 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运动员在到时候入境的时候 会有一些阳性的案例但是是不必产生恐慌的 因为我们是有相应完备的防疫措施的 这届奥运会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一定 实际上这是和东京奥运会打同一份答卷 在半年之内我们将会给出一份和东京奥运会直接做比较的这份答卷 你可能会说东京奥运会我比我们先办 然后他有这样的经验但是 像杰克所说在政治方面中国的这个 在国际社会上承受的这个舆论压力也是更大的 也会有一些阻挠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这种情况下是同一份答卷在客观条件上是差不多这个条件下 我相信北京的冬奥组委一定能够呈现出一份更好的答卷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可能奥林匹克的意义会体现的更加凌厉尽致会让更多人感动 就是为什么我再扣回到这个点 就是说这是一个多么能够让人无比感动的奥运会 但当开幕式的时候我们没有有这样的感觉 太难了这一年 无论对于运动员对于观众对于这个承办赛事的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开幕式是多么宝贵的机会 让全球人为冬奥会再感动一次 但是并没有 但是从现在效果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你可以说你感动了 可以感动 但是我明明可以让更多的人更感动 但是我相信这一幕会在北京冬奥会上呈现 好 OK了解 好非常谢谢那个杰克我吉时 你讲的非常专业 语速又快 好不好 我想要插嘴都没有机会 很好很好 对对对 其实有些其他的这个可以能够顺良 因为我在英国嘛 我之前我现场去看了三场欧洲杯 然后一场温博尔顿网球公开赛 然后F1的英国大展赛我也去看了 然后斯诺克的世锦赛我也去现场看了 其实这些都可以就再结合疫情啊什么的 我都可以做深入聊 但今天时间我已经聊了很久了 我就不再占用更多时间 如果以后有机会聊疫情啊 或者聊其他继续聊一些其他的奥运会相关内容 我可以再讲 今天就先这样 谢谢杰克 但我知道疫情 那个不是疫情啊 英国现在那个比赛 现在他们已经处于那个反正就是放飞的状态 对不对 对已经是全开 但他们也是有一些逐步 像我第一场在格拉斯哥看的欧洲杯 那个时候还只能做四分之一的人 然后等到欧洲杯决赛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开 包括能想象我们的F1的英国大奖赛涌入了三天啊 三天涌入了356000人次的观众 我看到那个转播我也知道他们已经放飞了 无所谓了 OK放飞就放飞吧 一个周末356000人次的观众 酒吧都满了 好了OK 对对对 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 就是英国的这个确诊人数啊 在之前连续超过5万之后 突然在今天开始有下滑 已经下降到3万了 所以现在就是之前有人在质疑这个疫苗的 确实疫苗能够防重症 但是不能够防这个确诊 但是在这些赛事结束之后 现在的确诊人数突然在解决 因为7月19号的时候英国全面解封了 反倒在今天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还是挺意外 但是还需要有一个更长期的数据嘛 这个可以慢慢再去观察一下 慢慢再观察了 好了那杰克我急死了 谢谢你的call in啊 感谢感谢感谢 谢谢杰克 好好OK好 拜拜拜拜 拜拜